在这个UploaderFile这个组件上面 我们可以去给它绑定一个Tab的视角 用OnPreviewImage这个方法来处理 按一下它可以去预览图片 再给它添加一个DataSrc这个资金翼的属性 对那值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Item 我们要使用这个属性的值来判断 在预览的时候当前要显示的那个图片 然后再找到这个选择图片的这个按钮 在它的上面我们可以去给它绑定一个Tab视角 用OnChooseImage这个方法来处理 回到页面的逻辑文件 在页面上去定义需要的视角处理方法 先添加一个OnChooseImage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WXChooseImage 这个接口可以去打开选择图片的那个窗口 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先设置一下它的Count这个选项的值 先让它等于1 就是只能够让用户选择一个图片 SizeType是图片的尺寸的类型 添加一个Original表示原始图片 还有这种类型的是Compressed 就是压缩之后的图片 SourceType可以设置一下这个图片的来源 图片可以来自Album就是相册 也可以是Camera去拍一张 成功以后会调用Success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 得到的响应叫Response 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下ListSetData 去设置一下页面上面的 Images这个数据的值 对应的值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 Response里面的TempFilePath 这个属性的值呢就是 用户选择的那个图片的一个临时的路径 在页面的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Images 默认我们可以先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数组 先到模拟器上面去试一下 按一下这个选择图片的按钮 会打开一个文件的浏览窗口 如果是在手机上的话 会提示用户是要从手机相册里面选择 还是要用相机直接去拍一张 找一张图片 打开 用户选择的图片会显示在我们的页面上 现在按一下这个图片呢 还不能够去预览 我们可以再回到一面的逻辑 预览图片 我们可以使用小程序提供的 wxpreviewimage这个借口 先去添加一个实践处理方法 名字呢是onpreviewimage 方法接受一个invent实践参数 方法里面我们去用一下wxpreviewimage 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current 这个属性的值呢就是当前要显示的 那个图片的路径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invent targetdataset src里面的值 这个值就是我们在图片的包装上面添加的那个 data src这个字经义属性的值 urls是要预览的一组图片的路径 这组路径就是用户选择的那些图片 我们把用户选择的图片的临时路径放在了页面上的 images这个数据里面了 再回到模拟器上面去预览一下 按一下选择图片 选择一张图片 然后按一下 invent上显示的这个图片 这样会打开一个图片的预览窗口 再按一下它 会回到之前显示的这个页面